中共官媒大肆渲染 國內疫情受控 海外疫情危機嚴峻 導致很多華人和留學生受騙 爭相購買天價機票回國避疫 但是他們一下飛機就被隔離 而且需要自廢 同時也增加了染疫的風險 但是中共紅二代和光二代卻極少回國 中共掩蓋疫情真相 導致一場世紀大瘟疫席捲全球 中共黨媒則鋪天蓋地地吹噓大國抗疫的成果 鼓勵海外學生儘快回國 導致許多人中圈套 紛紛回國避疫 近幾天 北京首都機場等待入關的旅客 和隔離分流人員擠滿了整個機場 大陸媒體聲稱 未來一週內 歐美主要城市飛往北京上海的直飛航班 已經授慶 回國的機票大漲 在18萬人民幣一張的機票全部賣光後 更爆出百萬包機回國的消息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米什奧告訴新唐人 現在海外學校停課 關閉 再加上中共的欺騙宣傳 家長也以為外國疫情嚴重 所以希望孩子回國 米什奧說 他認識的同學基本沒人回去 米什奧說 回去的同學在微信圈說 光是等著拿行李就等了七八個小時 檢疫需要12小時左右 然後送去隔離14天 還得自費 3月18號 不願署名的北京律師向大紀元披露說 被忽悠回國的大部分是草根出身 中共紅二代、官二代很少有人回國 因為他們的父母地位高 知道國內的疫情很糟糕 再加上他們在海外有房產 所以不回國 平民百姓的孩子在海外 絕大部分都是中國的中產階級的孩子 古河說 這些人雖然身在海外 但是他們被中共洗腦 中毒很深 加上每天都看微信和大陸的造假新聞 關鍵時刻他們還是會受騙 就是在我們住進來之前 這裡全部住的是確診的病人 然後康復用的 所以我不確定就是他們在離開之後 這一塊是如何進行這個就是清掃的吧 我給你們拍拍視頻 看看你們大概就能理解 我為什麼會心理上就是會害怕了 視頻可見 隔離房間的被子是病人用過的 地上有水果皮、頭髮、藥丸 既沒有打掃衛生 也沒經過消毒 也有留學生在網上求助說 遭到各種不人道待遇 並告誡在國外的朋友千萬別回北京 還有從泰國返回武漢的一家三口 被社區用垃圾車送到公廁一樣的隔離點 抱著孩子做了一夜 還有被隔離者投訴 隔離費一天收500元 卻不願開發票 到處投訴也沒人管 而廣東一份文件顯示 受到這種待遇的不包括外籍人士 文件禁止向他們收費 並強調人道待遇 3月18號 北京召開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 要求留學生們暫停回國 中共黨媒則不斷宣稱 發現境外輸入病例 讓中國的疫情更加緊張 並批判有華人華僑惡意隱瞞病情 已被立案調查 將付出代價等等 甚至有黨媒主持人在節目中 譴責回國的華人和留學生 說建設中國你不在 千里投毒你最快 中國不養巨嬰等 中國社民黨秘書長曾潔明說 中共的文革市抗議外宣 騙得大批留學生華僑回國避疫 結果一下飛機就被集體關了起來 反而增加了被傳染的風險 同時中共把復工和賈清零造成的疫情反彈 歸咎於歸國華人 煽動對他們的仇恨 有網友評論說 中共打的一手好牌 沒病的回來交錢 有病的回來背鍋